玉米面的燃养价值非常的高 多吃呢,可以见皮开胃 见脑,减脂 今天呢,就用玉米面来分享好吃的 首先80克玉米面 加2个鸡蛋 再加2盒酸奶 再准备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把它给削掉外皮 擦成细丝 再稍微切碎一点 切好之后 我们放入玉米面中 把它搅拌成抽糊状 电饼铛或者说平底锅都可以 刷上薄薄的一层食用油 用勺子 盛入面糊 倒入锅中 我们一勺一个 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大小更一致 饼子上面呢 再撒上一些芝麻 这样吃起来更香,更营养 开蒸火慢烙 烙到饼子边缘凝固 上面冒小气泡时 翻下面 再烙一分钟左右 烙到饼子两面金黄时 就熟透了 一锅饼大概两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酸奶玉米面饼 闻起来就香喷喷呢 我们来打开一个看一下 饼子非常的柔软细腻 看起来就像蛋糕一样 里面有酸奶 鸡蛋 玉米面 还有苹果 营养搭配非常非常的均衡 吃起来非常的营养 而且热量也特别的低 简单快速 营养又好吃 大概几分钟 就可以搞定全家早餐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